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花莲县光复乡 来品尝野味十足的原住民料理 这家位于在马泰安师地旁边的 阿美族风味餐厅 他们的招牌石头火锅 烹煮方式相当特别 首先得放入1200度高温的蛇纹石 烫熟锅中的海鲜野味 才能够煮出鲜美的石头火锅 还要用槟榔叶折成锅子 煮起来野味十足 但是要提醒 一定要提前预约 才能够品尝得到 蹭蹭跌跌的山软 清澈的天然涌泉 形成了马泰安师地特殊的自然景观 就位在花莲县光复乡 当地的阿美族人 就是在这里取得天然食材 开了一家家原住民风味餐厅 其中第一家创始店 位在偏僻的大泉村 有着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庭院 和红色的砖瓦房屋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坐无虚席 因为这里有一种独特的石竹法 是从前阿美族人出外野餐的拿手绝火 就在餐厅后方的大型炭炉 正燃烧着一颗颗黑色石头 是花莲特有的蛇纹石 我们有一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石头 叫做蛇纹石 因为它没有它就没有石头火锅 然后这个石头可以烧到一千两百度 老板娘林凤婷是当地的阿美族人 她用槟榔叶壳折成锅子 天然又环保 它可以耐热一千两百度的热水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早期阿美族没有锅子的年代 就是用这样子 这道石头火锅的卖点就是在客人面前上演桌边秀 加入鱼油 生姜 米酒 盐巴 还有自己养殖的无锅鱼和草虾 接着放入近千度的舌温石 食物的香味瞬间弥漫在空中 再把西洋菜放入沸腾的汤中 鲜美又健康的石头火锅 没有过多的调味 吃得到食材的远汁远味 以及甘甜鲜美的汤头 那石头锅的话我原本的想法是说 我以为它是用石头去煮一个锅 然后这边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是用滚烫的石头 然后现在清水清洗过之后 然后才放进跟食材一起融入在整个 这个是煮食做的这个锅里面 所有的海鲜都非常好吃 包括里面的菜啦 还有汤头啦 汤头真的好棒 对 真的来对的好山好水 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餐厅后方的一大片水池 是林凤婷的天然冰箱 里面养着一支支活跳跳的台湾雕 我们的大指是地上猫出来的泳泉 养在那里的台湾雕非常好吃 没有毒味 没有腥味 所以烤起来是更能QQ的 很有弹性 从泳泉现捞的台湾雕 肚子里塞入了葱 蒜和辣椒 不用去鱼鳞直接包覆一层厚厚的盐巴 就能上烤台咯 这位台湾雕别看他外皮烤得黑黑的 只要剥开鱼鳞皮 里面鲜嫩的鱼肉 没有半点土腥味 好吃到让人欲罢不能 吃起来口感很好啊 然后很喜欢那个把它撕开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鱼是没有去鱼鳞的 然后抹上盐巴烤好以后这样熟 然后就整片就一直起来 就剩下的肉 那个感觉很好 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大汁 真的 而且它肉真的超Q的 重点是对 它完全都烤得真的是太好了 一点点那个肉 它全部都锁在里面真的很棒 真的 但是在我们都市是吃不到的 想来点清淡的吗 那您绝对不能错过这里的蔬菜拼盘 可以让您一次吃到十二种野生蔬果 全部来自于中央山脉 我们的大冰箱是 后山是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也是我的野菜区 算是我的大冰箱 也不用插电 一年世纪都有 都有就是都有一年世纪的野菜非常多种 所以我有两个 一个是后山 一个是前面 人家说很像我小时候有一首歌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三婆 所以我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么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色彩缤纷有如调色盘吃得到巴勒 青木瓜 秋葵 山苏 玉米笋等十二种蔬菜 淋上特制的酸甜酱汁更是爽口 阿美族的传统菜色还有一般餐厅吃不到的 其人的眼泪其实是一种蓝绿藻 平常很难见到 只有在雨天过后在干净的草坪上才会长出来 为什么这一道菜叫情人的眼泪 因为要下三天的雨过后它才会打开 不断的下雨就很像不断的掉眼泪一样 所以叫情人的眼泪 快炒过后的情人的眼泪 口感吃来脆脆的 微辣微咸很下饭 哪有啦 老板娘林凤萍不只煮了一手好菜 也是位热爱雕刻的艺术家 店内所有的雕刻艺术品都出自于她的双手 猫头鹰跟太阳就是我店里的象征 所以我把我的艺术展现在自己的产品家 给人家看就是来这边的游客来这里玩的 就是说风亭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就不会觉得说很堪力啊 你看了也没什么 就是在我的餐厅里面很多文化会说话 将圆明艺术结合美食 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好 但其实这一切得来不易 2001年一场无情的台风 原本拥有的一切瞬间归零 早期啊这个 这个餐厅是爸爸妈妈他们开的 后来就是换我接手以后就 就有一些困难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大灾难 就是桃枝台风 这个房子啊 很像龙浅峰一样被捡走了 就这样就毁掉了这个餐厅 让林凤婷东山再起重建的动力 是靠着许多老客人的鼓励 林凤婷你们家的美食真的很棒 你有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说我有哪里很棒的东西 你有两个不用擦电的冰箱 还有你的中央山脉 也不用你雇的冰箱 多好你就很用心再站起来一次 我说好我会站起来 我会让你们看到我站起来的样子 就到现在 虽然历经波折 但林凤婷没有因此被达到 她在菜色和装潢处处用心 让来用餐的客人 不只可以尝到传统的 阿美族风味料理 还能欣赏到原民木雕艺术品 以及创意的漂流木装饰 让人仿佛置身在原民部落 轻松又自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